安妮塔的童话饗宴在Spotify和First Story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你们有看过竖琴吗? 在很多西洋的故事里,有时候会出现竖琴 它是直立在地上,弹奏的人会用手指拨动琴弦,发出好听的声音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跟竖琴有关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魔法竖琴》 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住着一位名叫德雅的少年和一位名叫娜娜的少女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总是一起帮助村民们解决问题,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村子里没有医生,大家常常饱受病痛的折磨 这点让德雅和娜娜非常难过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老人 他告诉村民们,森林的深处有一座古老的城堡 里面藏着一把魔法竖琴 这把竖琴可以治愈所有的病痛和带来无尽幸福的力量 可是他被一位邪恶的巫师,偷走并藏在城堡里 德雅和娜娜知道这个消息,决定去寻找魔法竖琴 让村民们不要再被病痛折磨 他们带上简单的装备,勇敢地踏上冒险的旅程 森林里的道路崎岖不平,处处充满了危险 终于来到了那座古老的城堡 城堡看起来既阴森又恐怖 德雅和娜娜小心翼翼地进入城堡 他们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遇到了一位小精灵 小精灵有着闪亮的翅膀和明亮的眼睛 她告诉他们,她是城堡的守护者 但是邪恶的巫师夺走了她的家园,将她困在这里 娜娜对小精灵说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到魔法竖琴 让村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我们一定会帮你重获自由 小精灵感激地点了点头说 谢谢你们的善良和勇气 我知道魔法竖琴藏在哪里 可是,你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可能会遇到邪恶的巫师 德雅和娜娜跟着小精灵 经过一道道阴暗的走廊 他们终于来到一个巨大的房间 房间的正中央 放着那把魔法竖琴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就在他们接近竖琴的学后 突然响起了一阵笑声 邪恶的巫师出现在房间的角落 手上挥舞着魔杖 你们居然有胆子来夺走我的宝物 看我的厉害 邪恶的巫师挥动着魔杖 发出一道道强烈的魔法攻击 德雅和娜娜并肩作战 用智慧和勇气应对着巫师的攻击 小精灵在旁边协助 用他微弱的魔法在旁边帮助他们 小精灵说 我 我快撑不住了 娜娜 善良的人 可以用歌声启动魔法抒情 来对抗邪恶的魔法 娜娜点了点头开始唱歌 她的歌声温暖而纯净 充满了善良的力量 随着歌声响起 房间里的黑暗似乎被驱散了 魔法抒情也开始发出更强烈的光芒 巫师的魔法渐渐失去力量 她惊恐地发现 自己没有办法再施展魔法 她愤怒地朝向娜娜冲过去 德雅勇敢地挡在她的面前 就在这时 小精灵飞到了魔法抒情前面 用她的魔法让抒情发出更美妙的音乐 光芒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 巫师被这股善良和爱的力量击退 最终消失在一片光芒之中 最后 德雅和娜娜将魔法抒情带回了村庄 用她的力量治愈了村民们的病痛 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小精灵也重获自由 感激地对德雅和娜娜说 谢谢你们的勇气和善良 让我能够重获自由 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 德雅和娜娜微笑着说 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已 从那以后 德雅和娜娜成为了村庄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王国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传奇 他们用善良和勇气 克服了重重困难 证明了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勇气 还在于用爱和善良去帮助别人 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故事中的主角 总是善良又勇敢呢 因为善良才会帮助别人 因为勇敢才能克服困难 所以 我们一起练习 当个善良又勇敢的主角吧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